谢谢 大家好 我是黄志 谢谢 你们也很帅 也很帅 我最近有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现在谈恋爱的人很少 但是喜欢看别人谈恋爱的人很多 前两天我跟公司的一个女同事 穿了一件很像的衣服 然后周围的同事就开始起哄 哎呦 情侣装 磕到了 磕到了 我都懒得跟他们解释 两个人约好的才叫情侣装 我们这个只能叫缘分 还没说呢 女同事就极力否认 不一样 不一样 我穿的这个是短袖 她穿的是秋衣 就整得我也很尴尬 我俩的衣服明明都不在一个季节 就硬磕 我俩的衣服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磕完气氛冷得像冬天 只有我觉得这好像是我的春天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也磕 我磕我自己和我喜欢的女孩 才毕业绕的那天 我走过去跟她说 你看咱俩穿的一样 真般配 她说这不叫般配 这叫班服 照你这么说 咱们班谁跟谁都配 那照你这么说 我给你是不是也配呀 她肯定了我 你也配 说完转身就跑了 路都没看 撞到门上了 我心想 这下你也磕到了吧 那个时候还比较单纯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是 好像现在爱情的催化剂 到处都是 就比如说跟朋友去露天的地方吃饭 总会有个卖花的阿姨跑过来 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 我特别讨厌这事 因为一桌男生 阿姨从来没有问到过我头上 可能阿姨觉得 光是这一朵花 应该帮不上她的忙吧 我能理解 因为在一桌男生面前 我确实最不像有女朋友的 但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生单独吃饭 我心想 这下没有别的选择了吧 阿姨选择了绕开 这有点误人了吧 转念一想 她如果走过来说 来 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 女生就会觉得 这有一点侮辱人了吧 很生气 我只能主动说 我要买花 阿姨说 你买花送给别人的女朋友 不合适吧 这个花是卖得很贵 但阿姨也不是什么 当前都挣的 就还有的时候 你去逛个书店 也可以看到很多 教人谈恋爱的书 什么 如何快速追到女生 还有 七天让女生倒追你 两本书 我都买了 我就是要让他们无路可逃 但你看过就知道 那种书没啥用 一看就是理工直男写的 因为一本恋爱书籍 你翻开 看不到一丝的浪漫 全是各种数据 0.6米更容易来电 约女生的画术 列了一个树状图 越看越熟悉 我感觉这不是恋爱书籍 跟我那会流水先生的 车床操作手册一样 这玩意别说追女生了 当时追生产进度都费劲 这种场合还有很多 比如说夜店 我之前没有去过 就听他们描述那个场景 那么酒精 音乐 荷尔蒙 最主要的是灯光昏暗 一听就特别适合 我这种小明星 谈一场见不得光的恋爱 我之前没去呢 是觉得我自己 不适合那种地方 我觉得那种地方 必须得是 事业有成的人才能去的 就现在我这个事业 不得不去了 我时尚先生 坐拥72屏大house 黑暗中还有一点像周杰伦 黑暗中 真的 别说蹦迪啦 我现在走路都蹦着走 骑电动车过减速带 我都不减速 蹦的可高了 那种环境是很暧昧 但大家去的时候 一定要穿点贵的衣服去 就千万不要穿 你从网上买的什么 2022潮南秋季必备套装 因为你在里面 很容易遇到 另外一个潮南 我就遇到了 我抬头一看 突然感觉 我的这个潮流 小众男装 好像不小众了 很尴尬 我俩都想回头确认 但眼神又不敢 发声交汇 我心想 这里果然很暧昧啊 当时我穿着秋衣 大哥穿着同款的短袖 我俩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都开不起卡座 只能相遇在舞池里 共同寻找彼此的春天 当时 不管舞池的音乐 多么劲爆 就感觉我俩的BGM 我永远都是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里 扭头一看 春天在那 开不起的卡座里 当然那天 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我还是加到了一个微信 走的时候还说哪去 以后要常联系哦 再有小众男装 记得店铺分享给我哦 小众多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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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孙孙志 谢谢 谢谢 刚刚介绍了这个哲学的系里 咱们来点没有文化的 最近写不出来的稿 压力特别的大 红门叫我出海玩 我也没有心情去 他说来吧 海水可干净了 我说海水再干净 也没有我的稿子干净呀 他说你不出来 在家里憋着 也写不出来 还不如出来看看 我说我在家里写不出来 至少不会跳海 当然现在压力再大 也没有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压力大 生活成本太高了 有一次我的脸过敏 就去药店买那个红霉素软膏 我们老家都卖一块钱一管 我进去之后 医生跟我说 三十九块九 这么大一管 比我小时候的大十倍 我说怎么 我长大了 他也长大了 这该不会是红霉素的家长吧 觉得太贵了 我就问医生 你看 我这个脸也不大 能不能散脉呀 医生说 还想散脉 你脸怎么那么大呀 我看你这个脸 我想贱脉 我就犹豫着想走 医生说你别犹豫了 快买吧 从你进门之后 你的脸越来越红了 再不买 红霉素可能就治不了了 但其实医生不知道 我后来脸红 不是因为过敏 只是因为窘迫和尴尬 我那会就明白 为什么人在窘迫的时候 会脸红 那是生活打了你一巴掌 这么窘迫呢 是因为我那会没有工作 那个时候可以说 脱口秀就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呢 就全靠之前的积蓄维持着 有一天 看了一眼积蓄 感觉应该活不长了 为了延长我的脱口秀生命 我把每天活着的成本 压缩到三十几块钱 演出完 根本不敢打车回家 打车回家 虽然可以节省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会浪费三天生命 不敢乱花钱 甚至有一次 我跟一个喜欢的女生 一块逛街 你们也太没有见过世面了 逛街 就逛街嘛 夏天 热的都不行了 我就冲进便利店 拿了两块雪糕 准备降降温 一问店员 一块三十八 降温效果确实好 听完 我后背发凉 但那个时候 我太穷了 当着女生的面 我跟店员说 我们不要了 气氛直接就降到了冰点 说完就感觉 我耳边缓上着一个声音 你是不要雪糕了 还是不要爱情了 还是不要脸了 我说我都不要了 我要活着 然后我就放回去了 跟那块雪糕 一块放回去的 还有我那张滚烫的脸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那张脸就丢在了中山北路 那家便利店的冰柜里 直到后来 我入职了效果 发了第一笔工资 我觉得 是时候把那张脸赎回来了 打车去到那家便利店 那是一个冬天 我顶着刺骨的寒风 冲进去拿了一块雪糕 我都没问价 结账 他说五十八 我说 这个怎么数晚了 还有利息是吗 当时就后悔了 冲动了 今天就不应该打车来的 最后还是买了 为了多享受一会儿 小人得志的快乐 那个雪糕 我都舍不得吃 当时怎么说呢 就是捧在手里怕话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当时就是怕话了 握着冰凉的雪糕 感受到的全是生活的温暖 当时在寒风中 我举着雪糕大喊 失去的我一定会拿回来 何广志 从此你也游泳了 生活的话语拳 说完 咬了一口 把嘴沾上了 寒风中 我身体的温度 再一次降到了冰点 那会儿压力很大 很多人都会选择 养只宠物 来陪伴自己 我去宠物店 看了一眼价格 发现 唯一能买起的 就是豆猫棒 压力更大了 当时看了那个豆猫棒 我都心动了 我说这个豆猫棒 好像也能缓解压力 到时就有一种感觉 是我不配养宠物 就那宠物 店的宠物 住得比我都好 他们都是单尖 独立猫沙盆 我还得每天 跟室友抢厕所 我感觉 他们如果谁 跟了我 得多倒霉呀 店员还跟我介绍呢 说这个猫 就是可爱 这个猫呢聪明 这个猫呢 就是活泼 我说 就有没有那种 能吃苦的呀 心里素质好的 能接受猫生大起大落 还能自己抓老鼠的 朋友说不行 你可以养一只流浪猫 但流浪猫 它们也不跟我走 因为吃得比我好 就每天会有人 投喂它们猫粮 我带着吃剩的麻辣烫去 刚放在地上 就被阿姨拦住了 是垃圾扔在那一边 我感觉 就算是我带回去 看一眼 它们第二天 也得跑路 走的时候 可能还得说哪去 我倒不是 多么热爱自由 我们流浪猫 吃不了这个苦 好在流浪猫 吃不了的苦 我能吃 谢谢大家 我会往这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周老师 这两年发生的事太多了 导致去年 我在高速上出了个车祸 我都快不记得了 当时是 那天是我刚从杭州 参加完一个时尚活动 回上海 追尾了 就腿磕到了一点 当时摸着我的腿 我就在想 这是不是我 红毯走得太多了 遭天遣了 感觉策划这场车祸的 不是命运之神 是时尚之神 让那小子知道 这条路不是有腿 就能走的 当时是对方 追尾的我们 但我是那种 特别怕事的人 我看到那个大哥 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怎么开的车 我直接就道歉了 我说不好意思大哥 是我们开得太慢了 耽误你超速了 说话间 大哥把我认出来了 说哎 你是不是那个 何广志呀 哎呦呦 这追尾追的 还追了个星 很热情 最后大哥 还让我给他签个名 我没签 因为我怕他那个白纸 翻过来是责任认定书 那天之后 我就决定 我以后 不能再当一个老实人了 就因为我好说话 给我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困扰 比如我的朋友 找我借钱 我也不会拒绝 但我也不全借给他们 我会选择 借给他们一半 后来 他们就发现 这个规律了 现在找我借钱 不说数了 他说他要干啥 他跟我说 他说 借钱去健身 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能跟他说 哎呀 这个我最近手头 也有点紧 你要不就先 只练腿吧 我开始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健身 后来我明白了 他越练越壮 练着练着 我不敢找他还钱了 再这么练下去 都不用借了 可以直接抢我的钱 由于长得老实呢 在人群中 我还经常被问路 甚至有一次 我就是去人群中问路的 都被一个阿姨拽着 哎 小伙子 七号线怎么走呀 我说阿姨 这个 我去帮你问一下 朋友说被问路 就是因为我这个面相 看上去就是那种 我会拒绝的人 我说那我这个面相 看上去也不像认识路的呀 就这张脸除了老实 更多的是迷茫呀 就一天问我好几次 七号线怎么走 我不知道就很自责 我就特别想冲上去跟他说 我说我知道八号线怎么走 你想不想问呀 就是我能理解 他们为什么问我 因为我就是不知道 也不会瞎指嘛 我就真的亲眼 见到过一个大哥 同一个地点 他先后给四个人 指了四个方向 也不能说啥 因为大哥那天 至少帮助了其中一个人 我因为长得老实嘛 还经常被插队 我前几年坐火车 排队取票嘛 那个队伍就很长 就挡住过道了 然后就会有人想 从中间借过一下 基本上都是从我这里借 更有甚者 他借过借过 借完他不过 就直接站在我面前了 就那个时候 只要有人插队 基本上都会选择我这 就感觉他们看见了我 就像是看见了这个 工序良俗的漏洞 快来插队呀 这里有一个人性的缺口 每个人插队的理由 也都是一样的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我就不理解 为什么每一个赶时间的人 他的时间 都是刚好卡在我前面就合适了 所以长相的问题 我长得就那么正点吗 有时候点外卖 那个商家犯的错误 我也不会拒绝 上次我点了个蔬菜沙拉 拿到的时候 订单上面贴了一个爱心便签 上面写着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哦 我一直都在关心着你 我打开之后 老板忘放酱了 我心想 这是真关心我呀 这是怕我胖呀 平时这种事 我都不打电话 因为也能吃饱 倒不是说我饭量小 毕竟除了吃饭 我还吃了一个哑巴亏嘛 就是 一般少送的时候 我都会劝自己 哎呀 就这样吃吧 但是这个蔬菜沙拉没有酱 很难就这样吃呀 我就鼓起勇气 打过电话去 讨个说法 结果说着说着 我自己给自己劝住了 我说老板 好像少送了份酱吧 但是你现在送过来 也确实太远了 给我退钱的话 也确实不值当的 老板说 那你想干啥 我说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再忙也要记得送酱哦 最后啊 关于我不会拒绝这个事 我想说一点就是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来追我 因为我不会拒绝 为什么来这么一句 听懂了吗 千万不要来追我 谢谢 我是何王志 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好 何王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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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了这个主题赛了嘛 然后今天呢 所以我就打算 跟大家聊一聊 我今年的这个感情生活 我今年的这个感情 怎么说呢 就是跟往年一样 我们的主题是 躺和卷怎么选 在感情上 我现在是卷也卷不过 躺的话 又不甘心一个人躺 我觉得没有谈过恋爱 这个事不能赖我 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两年网上 好看的女生越来越多 就是他们已经好看到 影响我的生活了 就看完他们 导致我找对象的眼光 越来越高 跟你们形容一下 我未来女朋友的样子吧 身材火辣 肤白貌美 能歌善舞 厨艺高超 我朋友听完之后说 我觉得还差一点 还差一个双目失明 不瞎的话 凭什么看上你呀 所以我现在找对象就很难 因为一个人 在双目失明的同时 很难处以高超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平时接触到的 全是一帮直男 就比如我跟他们说 我没有谈过恋爱 因为我不咋会跟女生沟通 他们说 那没事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 给你介绍一个课程 叫沟通的艺术 我说我没有对象 你不得给我介绍对象吗 你给我介绍艺术干什么呀 你得给我介绍艺人呀 开玩笑了 开玩笑 他说受之以鱼 不如受之以鱼 这是从根本上 替你解决问题 我说从根本上 替我解决问题 是不是还得给我介绍 一个整形医院呀 你看看 广志这个人 最大的优点 就是有自知之明 我说哥 你这个沟通风格 是从那个艺术里面学的吗 如果是少学一点吧 学艺之前 先学做人吧 好不容易 公司组织团建 去迪士尼 全公司的女生都去了 结果刚进了园区 这帮直男 就给我拉走单独行动了 理由是 女生走得太慢了 我都懵了 他们走得还慢吗 那为什么我追了26年 一个都没追上呀 我就问 咱走这么快 干什么呀 把我带到了旋转木马面前 已经做了攻略了 这个点做 人少 我崩溃了 受我以鱼 你倒是把我往鱼塘里带呀 我学了一整天沟通的艺术 沟通的第一个对象是马 然后一群飙行大汉 就开始做旋转木马 人均200多斤 长得有人高马大的 还有人高笔马大的 把那个小马给骑的呀 当时 坐上去之后 都看不见马了 老远一看 两块肥肉夹着一根根根 在那里绕 跟个烤串一样 别的马都是在上升下降 它那个马牛感觉 一直在下降下降下降 把马都快撸下来了 我说你赶紧下来吧 我本来幻想的 这是弥漫着荷尔蒙 现在被你整的全是自然味 后来可算是找到机会了 花车游行的时候 全员的人都去看了 我说咱是不是也该去了 对 咱是去开牌海盗船了 因为这会儿没人排了 排的时候 记得用手机 再排一个雷鸣山漂流 这样等会儿 两边就都能玩 我都气笑了 这帮池男玩得挺刺激呀 一个女生都没有 愣是给我玩出了 脚踏两只船的感觉 确实像我这种 太久不谈恋爱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感觉是 这个人特别渴望恋爱 就比如去年 杨蒙蒙在节目里面 求婚的时候 不是好多人都哭了吗 我也哭了 杨丽磅礴哭 弹幕都刷 他俩被感动了 镜头转向我 何广志留下了羡慕的泪水 我不至于羡慕到哭 我当时也是感动 果然讲脱口秀 可以找到女朋友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小北凑过来跟我说 俩人真不容易 在杨蒙恩讲脱口秀之前 俩人就在一起了 我当时感动的就哭了 眼泪流进了嘴里 又苦又咸 这也算是尝到了 爱情的味道吧 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好在我把这些 都写成了段子 哪里有天才 我只是把别人 约女生喝咖啡的功夫 都用在这写稿上 我竟然就是要卷死各位 谢谢你们 我是何广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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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何广志 谢谢 谢谢 我知道 我们最近在比赛 压力特别的大 因为你们也知道 去年一年 我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时尚这一块 平凡的参加时尚活动 到处模仿周杰伦 靠着杰伦 都快要挤进娱乐圈了 现在全网 最害怕杰伦 踏房的人就是我 真的 前段时间 好多人催杰伦的专辑 都催到我这儿来了 爱他我 让我抓紧写歌吧 我也没想到 讲了这么多头 我就攒了一批歌迷 所以说 当新专辑出来的时候 我比任何人都开心 就是我啥也没有干 但却有了最伟大的作品 去年我甚至还走了红毯 我当时接到邀请的 第一反应就是 哇 这红毯真好 后来听说还邀请了智盛 这红毯真好 红毯上面再有个门槛 就更好了 那么把我俩都卡出去了吧 然后我跟智盛 在那个活动里面 一块出现 观众看到我们之后 都大喊 陆寒 周杰伦 然后所有的摄像大哥 就把镜头转向了我们 看见我们两个祸 一脸疑惑 我是耳朵有问题 还是眼睛有问题呀 我当时就感觉 我俩不是什么喜剧门神 我俩就是诈骗兄弟 但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俩在时尚活动里面 其实可显眼了 当然不是说我们打扮的时尚 是我们太土了 就是你在普通人堆里边 是不显眼的 但是在那些明星里边 你的普通就会特别地耀眼 就感觉我们的土 轻轻地一挥洒 就掩埋了所有人的时尚 我虽然长得像杰伦 但是我唱歌剧难听 我唱歌有多难听 如果我在节目里面 唱杰伦的歌的话 甚至都不侵犯人家的版权 但我周围的朋友都说 我都说 哎 广志 如果你唱歌好听就好了 白瞎这张脸了 我觉得这个要求太苛刻了 就如果我既长得像 又唱歌好听的话 那不就是真的杰伦了吗 你天天在我身边 我也没要求 你长得像坤林呀 我其实是那个侧脸 侧脸更像杰伦嘛 对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 因为我发现 我在公司 每次用侧脸 跟我的同事对话的时候 我的要求 一般都会得到满足 他们说 那种感受你不懂 你真的很难拒绝 你少年时代的偶像 翘着二郎腿对你说 中午我不想吃黄焖鸡 我想吃肉夹馍 自从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我就特别想 让杰伦替我跟我的老板 聊一聊 涨工资的事 我现在进我们董事长的办公室 我都是侧着进 然后进去之后 看见董事长在埋头签字 这个时候我就会靠近他 哎哟 不错哦 在办公室 舒汉利 访前朝的飘逸呢 为什么董事长 就会抬头看我 广志 你是不是又觉得 自己像杰伦了呀 那你看看 你像不像窗外的麻雀 在电线杆上多嘴 其实去年除了时尚活动呢 我还多了很多酒局 但我又不会跟人社交 很难受呢 就碰到那种自来熟的 就是哎广志 我老婆特别喜欢你 我也不知道说啥 我总不能说 我也特别喜欢你老婆 不光是陌生人 就是我的好朋友 有时候他们一聊 聊一些篮球的话题的时候 我也完全融入不进去 因为我平时不看篮球 经常就是上一秒 还聊得好好的 就突然来一句 塔图姆第四节又掉链子了 我完全听不懂 我心想 那要不给他捡起来呀 那种氛围我也融入不了 你也是勇士的球迷 我也是勇士的球迷 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我心想 这是这么快吗 当时我又明白 为什么桃园三结役的时候 刘关张关系那么好了 很可能就是因为刘备 在那个大街上喊了一句 你们也是勇士的球迷吗 关羽说 吴三年有余 张飞在旁边 俺也一样 一般这种局呢 聊到最后 就是他们约着去打球去了 然后最后剩下我 和角落里的另外一个同事 四目相对 我说哥 你刚刚是不是也没有听懂 但是我懂你 你也没听懂 我也没听懂 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小人哥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何老师 谢谢 谢谢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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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我知道 谢谢 谢谢 知道 对 最近刚发的新专辑 可以去听一听 在分控的前一个月 我租了一个巨大的房子 足足72平 就是现在想想 那可能是我租过 就是最值的一个房子 每天就在家里躺着 就没有出过门 都值麻了 我当时呢 是和一个做生意的老板 同时看上的那个房子 老板呢 出的钱比我多 但前提是得先算一挂 就如果风水好的话 他甚至可以加钱 房东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说 哥 你说的那个不叫算卦 那个叫画饼 房东说 没办法嘛 他生意人 他就是信这个 我说 哥 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也信 就如果算出来 他不要的话 我也不要了 房东一琢磨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就低价租给了我 然后在我签合同的时候 那个大哥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多出一千块钱 我那房东人特别好 当时就给他拒绝了 然后都签完合同了 那个大哥还不死心 又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再多出五百 当时别说房东了 我都心动了 我说哥不行 这个价格我租给他吧 我那个房子不光大 而且是新装修的 就是又大又新 就我刚一搬进去 就立马邀请了一些 就是贫穷的朋友 去我家里玩 带他们在我们家 就是逛了一圈之后 就你听我这个用词 就逛了一圈 就以前我们家 别说逛了 翻个白眼就全看到了 我租的第一个房子 真的特别的小 它小到什么程度 就你每次推门进去之后 那个床和桌子 椅子 柜子 就把整个空间 都给塞满了 我当时就感觉 我住在了一套 蹊跷板里面 有一次我给家里 调整了一下布局 我进不去了 很屈辱 所以现在每次有人问我 为什么一个人住 要租那么大的房子的时候 我都会说 我要把我当时住在郊区 丢失的尊严 给找回来 就我现在住的是两室嘛 就一个卧室住我 另一个卧室住我的尊严 然后我朋友在我们家 逛了一圈之后呢 说不行 他说你这房子 刚装修的 屋里有甲醛 我刚进来一会儿 我鼻子就开始酸 我心想 知道你酸的是甲醛吗 我当时觉得 他就是在酸我 结果到了第二天 我也开始鼻子酸 然后就赶紧去网上 搜了一些 出甲醛的方法 就是买了碳包 也放了绿植 还叫了一些 肺活量大的朋友 去家里玩 给忽兰发微信 你叫上王建国 给你吃的 干干净净净 把他们都叫来家里之后 先一人发一个健身环 先玩个 等他们玩得呼吃带喘的 再在他们参观 这个是房东新打的衣柜 趁着新鲜 多看两眼 他们说 广志 你是不是没见过衣柜呀 我说不一样 我这个衣柜 谁看谁迷糊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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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了一圈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都快没有反应了 只能眯着眼睛问 你这屋里 是不是有甲醛呀 我没事 就快没有了 但其实你们不知道 就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其实是很累的 你像我 我们家有一个巨大的阳台 它就特别适合 一个人悲伤的时候 正在那里缓解一下情绪 我为了不浪费房租 每天会尽量出时间 让自己悲伤一会儿 有一次 憋了很久 终于悲伤了 特别高兴 赶紧抬头冲向阳台 结果发现 从卧室到阳台 有足足八米 房子这么大 悲伤不起来呀 在路上就治愈了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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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觉得 我的房子很大 直到有一天 我重新认识了这个房子 那天叫了好多朋友 去我们家喝酒 李旦也去了 李旦进门之后 第一句话 广志 房子挺小 人很热情呀 我当时就想 我也没让谁站着呀 虽然有一点急 但是每一个人都坐下了呀 李旦说 人是都坐下了 但是坐下之后 站不起来了呀 他说一个真正的house 你叫人来喝酒 你得是能走动的里边 你得是能蹦 能跳 我说哥 你说的那个叫 Lewhouse 那一刻我就发现 我跟李旦对房子大的理解 还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可能还是那种 地铁的心态 就比如我看着沙发上 那一排我的朋友们 我就总有个感觉就是 那个沙发 挤挤还能上 李旦呢 可能是那种商务舱 看经济舱的心态 就李旦看着沙发上 那一群人 他的感觉是 他们的人虽然坐下了 但他们的尊严 还在站着 在港人说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牛总来到演唱会的感觉 大家应该能看得出了 今年的造型和去年 有些不一样了 今年把刘海剪了 给大家讲讲为啥吧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去年 这个刘海他太火了 就他已经火到 有点功高盖主了 就去年大家看到我 他的目光就会停留在 我脸的右上方 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刘海看 表情是那种 专注且满足 仿佛在我的刘海上 看到了日出 真的有一次 我这个刘海不太明显 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这个主办方 当时就不高兴了 郭叔叔自称啊 你刘海不在 我们也没必要让你来呀 真的 就是我可以不去 但刘海必须来 就在主办方眼里 就是哎呀 挺好的一个刘海 怎么还长了个人呀 哎呀 今年没了就想着 把刘海剪掉嘛 就好好斜断着 好好再进步一下 结果没想到 我剪完头发 同时看到 我说自身怎么感觉 你比之前还好笑 你现在特别像 一个民国的车夫 骆驼圣子 我今年回老家嘛 回老家也有很多人 过去找我合影嘛 大家应该都知道 真的 就当时已经有多少人 就连初中欺负过我的人 都去找我合影了 就当时真的很尴尬 我也没想到 他还主动破评说 自身 你不会连我也忘了吧 所以我出门的时候 可没少找你要钱呀 因为我出门的时候 那个时候离家远 我是在外面住房住 那段时间 就经常会有一些 高年级同学 过来找我要保护费 要完保护费之后呢 就开始打我 就当时我都梦了 我说大哥 你倒是保护我呀 而且他们第一次找我要钱 把我拉到一个很黑的角落里 让我面对着墙 然后他们就在我身后 问我说兄弟 你有钱吗 我说有 他说你有多少 我说你要多少 他说你又说你现在身上有多少 我说两块五 他说行 就当时我就知道 我说多了 那两块应该就行 而且他这时候问旁边一个人 说你有钱吗 他说没有 走吧 我说你没这么讲道理的吗 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不讲道理了 就是甚至他们后来 开始欺负我的时候 都不给我一个理由 我以为在被打之前 他们还指着我说了一句 说今天这个事儿 和你没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 我那天被欺负 是因为他们其中一个人失恋了 打我散散心 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因为爱情而受伤 但当时我不知道他失恋呀 就是很奇怪 就一个人 他在打你的时候 他泪流满面 而且关键 他在打着打着 突然对着我 喊出来一句说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一句话把我喊懵了 我说你们这个的战友欲 这么强吗 怎么 这是我给别人 三块钱的故事 让你知道了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但是后来就有人问我说 自身啊 在那么艰难的时候 你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我当时就相信了一句话 就是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业 避嫌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就你这么一想 心态也都不一样了 他们没打我一下 那都是给我未来的世界 天砖加瓦呀 就有时候打着打着都把我打骄傲了 就是放现在 我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 我都得唱一句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 但后来我就想明白了 我就说这个不好的东西啊 你无论怎么合理化 它都不会变得合理 所以我后来就去找了我妈 所以说在这里给大家说 如果真有孩子在经历这些 孩子要告诉家长 就我妈就找了我的班主任 就很快就帮我把事情解决了 然后我才意识到 这个天将将大任 这个大任指的是我的班主任呀 所以遇到这个事 大家千万不要想着做雇佣的 也可以找找妈妈 老师 警察她的帮助 他们就是你的正义联盟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圣 真的就现在我的微博下边 除了绝美就是老公 你知道吗 现在还有人在老公的评论下边说 你真勇敢 我都喊不出口 但是最近大家都说啊 说许致上脱口秀没什么思考 对于这个问题 我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 我发现 诶 我就是不会思考 而且我现在认为是一般都是睡觉前才思考 不睡觉不思考 一思考就睡不着觉 现在我现在都是得努力睡会儿觉 玩会儿手机 玩会儿手机再去努力睡会儿觉 我都生气了 我说这怎么睡个觉 还开始摸鱼了 真的 就有时候你在睡觉之前 刷短视频真的很容易焦虑 有时候本身就睡不着 刷着刷着刷到了古爱玲的视频 说她一天最少要睡十个小时 是真有点急了 说事业没人家成功 怎么睡觉还睡不过人家 真的越想越沮丧 最后都得硬劝自己 说没事 你想想古爱玲工作的地方 那可都是下坡路呀 我看上去就不是太会思考的样子 就大学的时候 文语委员在那统计节目 问别的同学 同学你会唱歌吗 同学你会跳舞吗 到我这儿 同学你会演小品吗 演了四年小品 最后毕业晚会的时候 老师很兴奋给我说 说至上快来吧 这里有个角色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去了一看让我演个太监 我在那里有点抗拒 老师也看出来说 自身实在不行 你先演演皇上 但是我发现 我在那儿演皇上的时候 脑子里就老有一个想法 我说旁边这个太监 他到底会不会演呀 因为旁边那个太监 他满脸大胡子 我说这是怎么进的功呀 这是溜进功的吧 一个太监 让他演得声音红亮 眼神轻色 关键还一身正气 我这个皇上在旁边显得 那就一个卑躬屈膝呀 我说你要实在不会演 咱家就教教你 后来我们就换回了 老师可是太开心了 说这一下子就全对了 皇上有了皇上的样子 太监也有了太监该有的样子 我就感觉我之所以显得 背躬屈膝啊 就是我因为我驼背 驼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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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还为了改变这个习惯 我还想着去练瑜伽 把气质提上去 我发现练瑜伽 最痛苦的都不是练 而是瑜伽老师 让我穿了个瑜伽裤 真的是又黑又紧身 我当时看到第一眼 我说我穿这个 会不会有些太性感了呀 然后他跟我说 你穿上脸舒服 但是我发现我穿上之后 瑜伽老师看我的目光 一下子就开始闪躲起来了 给瑜伽老师整个书了 在那里跟我说 说这事儿 其实不穿瑜伽裤也可以的呀 就当时老师的目光 既没办法盯着我的脸看 也没办法盯着我的腿看 当时我就感觉 我这还得去头去尾可是呀 我这还真是一个 鱼系男孩 而且上课的时候 第一节课 老师在那里教我站立 我说老师咱那个课挺贵的 咱就别教这么基础的了吧 老师说行 咱们接下来学呼吸 我都疯了 我说我总看那个表情包 跟上团队 赚钱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我说这个团队 说的是你们团队呀 但是我就发现 这个花钱学的呼吸 跟平常的呼吸真的不一样 我当时每呼吸一下都心疼 而且真的 我在那练瑜伽的时候 真的特别努力 随着轻柔的音乐 动作越来越吃力 表情越来越猙獰 老师说 你这怎么光表情用力呀 你来我这练脸来了 真的就和大家练了一节课 老师就跟我说 说是至圣 可能你不能给大家一起上了 你要单独辅导 跟我说这个人心是向外的 常受外界的干扰 容易紊乱不安 我说没事老师 我可以克服 他说至圣 你就是那个外界的干扰 你再穿个瑜伽裤 那是宇宙级别的干扰 但是我发现真的 就是最好的方式 真的不是瑜伽头边 我回家之后 我跟我妈说 我说我靠瑜伽 脚子头边 我妈三秒钟 我正好说 在迟了 好了 讲这里 大家 大家 我是至圣 最近我老出去录节目 真的很受挫 因为唱歌 跳舞 各种乐器 我也都不会 别的节目都急了 至圣 你除了脱口秀 还会啥 你看人家其他节目 都各种声光电 在台上夺耀眼 我说你要是 想要声光电的话 我还会电汉 我这个节目 比他们耀眼多了 你都睁不开眼 我从小学电汉 是因为我爸 想通过这个事 反向鼓励我 好好学习 结果没想到 我天赋这么强 十岁就会焊铁锹了 村里都轰弄了 都出去传 说我们那儿 出了个电汉神童 实际上都有人 来看我焊铁锹 看完还夸朗 说这孩子 还真是个 吃苦的好苗子 然后我自从 学会干电汉之后 我爸就老让我 帮他干活 暑假 寒假 周末 边干玩边说我 说你不好学习 就只能干这个 我说爸 我想好好学习 我没时间呀 而且也没时间 学才艺 整天干电汉 就过年的时候 我表哥在那里表演双截棍 把我气得呀 偷偷地把他的双截棍 焊成了棍 我是没想到 这个棍打人 也这么疼呀 我在娱乐圈 就一直没有找到电汉的用武之地 因为现在的节目都是什么 蒙面歌王 蒙面舞王 我就不明白了 你唱歌歌 跳个舞 你蒙面干啥呀 电汉 才用蒙面呀 我能想到 唯一的用处 就是你们的CP 避疫了 我能给他们汗上 所以我真的 我进入这一行 真的就误打误撞 我家里也不是 按这个方向培养的呀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是个真正的 种地霸少年 就现在很多少年 真的不理解 种地这个事 前段时间 一个少年问我说 志胜哥 你会打农药吗 他其实说的是 王者荣耀 我哪知道 我说我会打 从小就打 他说你一般打什么位置 我说我打什么位置 主要取决于 哪里有虫 他也听明白了 说原来你喜欢打野呀 而且回家 老家人也不理解 我现在的生活 真的我过年回家 跟我说 亲戚跟我说 在村里给你接了个活 去咱们村养鸡场直播 跟我说 你去养鸡场直播 啥也不用干 你就追着鸡跑 你让大家看看 咱这都是走地鸡 还说 我跟你说 这个直播间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叫乘胜追击 我都疯了 我说你要是光追击的话 你是不是放条狗就行呀 除了在农村里养成这些技能之外 我在大学还学会了修电动车 因为我那个时候花280 买了一个电动车 就那个电动车破的呀 就是你给电 它不光往前走 它还一直在那抖 就你坐一会儿 你身子都麻 有一次一个女孩坐了一次 跟我说说 至少你这个电动车 是不是漏电呀 真的 我第一次坐电动车 晕车 哎呀 真的关键是 这个电动车啊 它还老坏 就有时候 骑到半路 它就坏了 我还得停下来修车 真的有时候 修得吃润了 路过的同学都惊讶 说这个同学 到底什么专业的 他怎么也不学习光修车呀 真的 所以《重力发少年》 这种节目真挺好的 我就希望 以后能多出点这种节目 什么蒙面汉匠 拜托了电动车 养猪秀大会 我昨天是在节目上 最闪耀的那个 谢谢大家 今天的主题啊 退网吧 退网 真的 大家先别退 因为我这高红呀 前段时间 我还去演了 《独行乐球》 所以我现在也是29亿票房先生了 所以今天比赛 我可能不是票数最高的 但一定是票房最高的 而且我在那个电影里的表现 怎么说呢 就是你一秒都不能错过 因为总共就三秒 就这大家周围的人还很羡慕 我跟我说这只声 你跟沈腾老师合作开心吗 我说我都没见过沈腾呀 就拍这个电影 我都没落着去片场呀 就是一个人在我们公司 拿这个摄像机 对着我拍了三分钟 给我说 说恭喜徐老师杀青了 我都懵了 我说你这是拍电影了 还是拍短视频了 结果电影一上映 我说这怎么比短视频还短 而且这三秒还上了热搜 徐志胜在独行乐球上讲脱口秀 十条都快比我的台词长了 关键是还有人在那儿夸了 说虽然只看了一个片段 但志胜的演技疯神了 我都懵了 怎么都疯神了 我还没来得及演呢呀 现在网上真是什么都敢夸 我现在只要在网上发一些 我穿好看衣服的照片 下面的评论全都是 至胜大帅哥 太帅了 至胜绝美 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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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就想听点真心话 我今天跟我说说 这事没有 你就是华众俱宠 大家都爱看小丑 我说行了 讲 我清醒了 这个真心话是真难听呀 我当时我都想 在我下边都是大摔根了 那些爱豆下边 还能有什么形容词 然后我就去看了 我就发现真的没有形容词 全是老公老公老公 用名词表形容呀 我当时就只剩下一个底线 我就去看了看广志的评论 发现也全是老公 甚至还有几个宝贝 我都梦了 我说 我现在不会是全网 最后一个大帅哥了吧 而且啊 而且大家真的是 就是在网上这么夸我 我特别的不习惯 因为拍马屁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 而且大家现在在网上 这么夸 真的就把马屁 都拍得通货膨胀了 就我身边同事都说 我现在夸得没网上好听 就快点网上喊的那些 我也说不出口呀 就以前啊 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 讨好型人渴 现在大家都说我拍马屁是 费力不讨好型人渴 但是夸人总比去吵架好 现在大家网上到处都在吵架 就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修驴蹄的视频 就是把不好看的驴蹄和坏的驴蹄修好嘛 对吧 真的就这在下边大家都在吵架 有说修驴蹄疼心疼驴的 有说修驴蹄不疼的 还有在那劝架说驴蹄肯定不疼 因为这修的是马蹄的 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下边这个一个夸奖的评论 说这个驴蹄修完之后这是绝美呀 我当时都蒙了这是个驴蹄呀 它怎么也绝美 它最多是脚美呀 真的我有时候挺羡慕这个驴的 有时候真的挺羡慕驴蹄 因为它不会上网 就这些评价它也听不到 你夸我也好骂我也好 爱说啥说啥 反正我的驴蹄是扎扎实实的变好了 至于你要非要问我的驴蹄 当时是怎么受伤的 可能就是踢了一些不该踢的脑袋吧 谢谢大家我是智慎 谢谢大家我是智慎 最近经常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你说智慎你为什么总是看起来这么快乐 我说可能就是因为我笑起来特别夸张吧 我这样都只是我在微笑 就是我在那站着不动都会有人过来问我说 智慎你在这乐啥了 我真的就是傻了 因为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不好 我家是22岁才装的空调 夏天真的很热 你也没什么办法 你去游泳水深 在外面火热 有一次给几个火麦在外面 热得受不了了 我就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说这么热 咱们不如就跑起来 跑起来就有风 有风不就凉快了吗 真的 大家听了可兴奋了 跑得可快了 跑起来是真凉快 但停下来是真热呀 所以就得一直跑 有个小孩都热懵了 给我说说智慎 我头疼 我是不是中暑了 我说不 你应该是着凉了 我一直以为我们越跑越热 是因为跑得还不够快 直到上了高中我才明白 这个动能转化的风能 它就是要产生热的呀 越跑越凉 它都不符合能量守核定律 你一旦听说之后 跟我说说智慎啊 你就是傻 你就应该在那别动 让别人围着你跑 真的我听完我说还是你见过电风扇啊 能想出来这么缺德的主意啊 我在仔细想了想 我说这不就是我给他打工的现状吗 我们努力奔跑 李旦生活美好 我们跑了五年 李旦狂狂数钱 我们跑得拼了命 李旦说今天晚上喝得不尽兴啊 关键是他还在那儿啊 跑得快地拍个灯 跑不动地换个人 这是什么能量守核 把我们的动能全转化成他的无能 有人就问说智慎 你们老这么跑身体受得了吗 我说没事 幸好我们有经典超绿牛奶 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喝完还能接着跑 但我还是挺珍惜的 我这个普通话能念商务 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的就给大家聊聊我的普通话 就我这个普通话 这么不好 要追溯到我的小学 小学 因为我的小学运营老师 他不是正规的师范学校毕业 他是在我们小学毕业 然后就留校任教了 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学过拼音 他教我们拼音啊 全是靠着自己的理解教 他在教我们这个平翘舌的时候 就是这个知识师和知识师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说 来来来 同学们同学们 我们今天啊 来学习一下这个 巧摄影 学习这个巧摄影啊 你首先要把这个石头卷进来 就把这个石头卷起来 才能发生个巧摄影 而且我们老师 他只要把石头卷起来 轻易就不会放下了 真的 我虽然普通话不好 但我大学是辩论队的 那个时候每个 就是在学院里嘛 当时是每个班 都要组一个辩论队 最少四个人 我们班报名三个人 班长应邀我去参加 我说你疯了 我这么说话 你们都听不清楚 还辩论了 他说对啊 这时候你想 我们听不清楚 是不是对方也听不清楚 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辩论 我是二变 普通话贼不好 但我声音贼大 气势贼足 就给对方一种感觉 就是他说的 好像很有道理 但就是听不清他说了啥 你的对方二变 只能站起来说一遍 说对方二变 请你站起来再说一遍 我说二变 我是二变 不说一遍 真的 我很怀念 以前没有空调 说的不标准 普通话的日子 现在的日子 我也很珍惜 真的快乐 其实真的很简单 但普通话太难了 谢谢大家 我叫我跳过对方的 我安排 一下 你如果更衡 我去什么 我散布 你喜欢这个 就不过 有点 aba 他 我说